今天來聽趙正銘老師講 很多不管是他經營或者是對媒體的這一塊的一些經驗分享 我們大家都學到非常多東西 然後對我自己來講經營你自我自好學完 我們最近一直在想的東西是如何把我們的聲音傳出去 把我們的理念傳出去 所以趙老師給我們很多跟媒體相關的一些經驗分享 還有一些很好的建議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焦點私塾 讓我得到非常非常多的寶貴的一些意見 然後我也很希望可以趕快回去跟我的團隊們分享 然後趕快把這些經驗還有策略用在我們自己的公司上面